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家玩车的好朋友熊仔 今天过来给大家拍一下这台凯越的321双RS版的最新款的版画 这个是一个橘红色的版画 可以看见后面它还有一个黑蓝色的一个版画 就是右手边那台 但是呢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有橘红色 它叫活力尘的这样的一个配色 看起来就非常的热情似火 所以说我就来给大家就先拍一下这个车 然后也讲一下现款的这个新款的S版 跟之前的版本它都有一些什么区别 首先呢就是这台车的话 它作为一个新版的配色啊 它整个的外形设计 其实比之前的最老款的那个配色来说 它的高级感和整体感是新增加的 很大程度上是有提升的 就看起来它的质感会更好一些 然后从车头来看一下 整个车头的攻击性是很强的 就是它非常尖锐的这样的一个车头 包括它的大灯 就是前面的这个LED的日电行车灯的设计 和它的主灯的设计 还有它侧面的这个S的这种轮廓的勾勒 大灯在国产车里面相当于是 可以说是最攻击性最强的那波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车的前面的一个配置 首先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brumbo的一个卡钳 然后配合一个3.5毫米的单向的刹车碟盘 然后还有一个余安的金色的倒置前叉 这个前叉是可调的啊 余安的减震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国产的很多品牌 它都有采用是一个老厂家 重庆那边的一个老厂家 其实设定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侧面就是一个仿赛的标配啊 一个巨大的包板 它是一个黑色银色 然后搭配了一个橘色的线条勾勒 然后它还加了一些这样的一个仿碳纤维的一些装饰 它是亚光面的 这种亚光面的仿碳纤维纹 要看起来比那种亮面的水转音的效果看起来好很多 然后这个效果的话 见仁见智啊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它普通版的S版 它侧面是亮黑色的 然后这个的话 它层次就看起来的纹路的层次会丰富一些 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喜不喜欢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S的标识表明身份 下面有一些博士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供应商的一些名字 其实是多少有一点那种赛车赞助商的那味的啊 它侧面的这个油箱侧面啊 给大家敲一下 就是咚咚咚 然后塑料的这种质感 像现在的这种运动车 不管是仿载也好 接车也好 它的主油箱的外面的这个油箱外壳 基本上都是塑料的 就是基本上现在运动车 没有人会用金属油箱了 然后它的一个座高的话是 之前是795 现在降到了790 790的话 其实也是为了就是人群上面 受众的人群上可以更广一些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适配性增加 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做了一些妥协 后面这个地方加了一个风洞 这个风洞的话 其实在造型上的一个作用是比 性能上的作用是更加突出的啊 这个东西也算是感流行 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么高 然后也就做了一个风洞啊 反正有总比没有好吧 毕竟好看吧 然后它整个分体座的话 其实坐姿的话 我刚才上去骑了一下 我178的身高 其实感觉它这个790的座高 其实也不会很直速 就是感觉很矮 像骑狗一样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还好 然后它的整个后面挡泥板的话 也还是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大家懂我意思吧 正确的位置 然后它后面的宽度也比较宽 应该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挡泥的作用 然后后面的这个尾灯的话 也是LED的 转向灯也是LED的 它的整个后面的这个摇臂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单摇臂 单摇臂的话 其实凯悦算是做的比较早的一些厂家了吧 它之前的那个321单R的街车 其实也就是单摇臂的 算是最早的一个双缸街车的 一个单摇臂的国产厂家 它这个单摇臂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粗壮的 然后跨上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的一个中空面板的部分 首先的话就是直接骑上来 感觉它的整个车把的设定 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在现在的这种 街跑车大环境下 它的整个的面板坐姿 还是相对低趴的 然后它的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上天板 其实看起来有点改装的那种风味 如果换成一个泰色的 那就更像改装的了 然后也可以看见侧面 它的这个简正是可调的 它有可调的旋柳是在上面 然后这个车因为它LED 哦不是 因为它没有插电 所以说又不启动它的整个屏幕了 但是之前跟之前没有什么带大的变化 左边也是一个仪表的控制的一个按钮 然后整个离合器啊 这些捏起来的一个操作手感 看起来也差不多 算是国产车里面还不错的水平 但是呢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它的这个刹车上泵的这个油壶 就是大家看一下右边这个油壶 这个的话 我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圆形的立起来的那种 我就感觉这个会更加的有战斗感一些啊 就像那个它400的双R上那种啊 那种比较有战斗感 然后其他的话 这个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值得可说的地方 然后咱们看向右边的这一侧 右边这一侧的话 首先直接进入眼帘的就是这个钢管编制网的车架 凯越的321的这个车架的话 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车架啊 它的车身刚性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我骑过好几个版本的单R版本 双R版本双RS版本 还有赛道版 就基本上所有的321的版本我都骑过 然后它的车身刚性是非常的不错的 结构强度也不错 轻量化也不错 然后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脚踏 脚踏比普通的双R是有身高的 更高更靠后 给你的坐姿是非常的更加的战斗 就是一般的车它可能在中间或者偏上一点这个位置 但是它这个就很靠后了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呃 在身高脚踏的基础上向下降了一丢丢 就是像这种街道日常骑行妥协的一丢丢 但是总体来说 你如果就是没有那种很激进的赛道需求 我觉得这个脚踏已经基本上不用改装了 这个脚踏的位置已经非常好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的是它的这个排气管 它的这个排气管的话造型 我觉得相对还是圆润的那么一些 就是在它整车的这么锐利的线条的设计下面 这个排气管显得没有那么的激进 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排气管可能后期改装一个那种改装排气管 可能效果会更加的好 我个人觉得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气囊减震啊 大家有没有看见红色的这个 它的气瓶在这个地方 这个气瓶装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呃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就是它想尽可能的把这种减震的性能给你拉高 装的一个气囊减震 但是实在没有地方放这个气瓶 所以就只能放在这儿了啊 也算是尽可能的把更多的配置给到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呃最后还是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车的参数啊 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很了解这个车 首先它的整备质量是151公斤 在同级别里面是非常哇塞的一个水平 然后它的前轮规格是110-70R17 后是150-60R17 振兴半轮轮胎 发动机的话是跟亚马哈R3颇有渊源的一个直列 双钢发动机322cc 最大功率30.5千瓦 最大扭矩29牛米 在国产同级别里面也是非常强的水平 现在这个发动机已经迭代到了第三代 第三代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稳定性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现在的凯悦 其实给我的感觉很像KTM 或者以前的川崎 就是那种不要命的拼命三郎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相对极致的运动性能车 我觉得这个车你是可以考虑的 或者等一下后面的400双R4缸